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 我是郑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主持人 韩清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一本书的原创 人哪 求什么 争什么 气什么 愁什么 如果你也喜欢他 请在文末为他点个赞看 诗人苏氏 有言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人这一生 就是一趟 险向还生的旅程 途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也会碰到 各种麻烦的事 但对于生命来说 你我都是匆匆过客 如同一扇门 有人走了 还会有人进来 所以 无需贪恋 不为过往伤怀 也不为未来忧心 学会成长与成熟 方能笑看 风起云涌 静下 岁月悠长 司马迁说过 天下兮兮 结为利来 天下嚷嚷 结为利往 喜欢追求 是人的一种天性 没有人不喜欢完美的事物 但这世上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也没有称心如意的事 别只顾着一味 往前冲 却忽略了身边的风景 同样妙不可言 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想来颇有感慨 父亲深夜很疲惫地回到家 心情有点烦躁 他发现五岁的儿子 靠在门旁等他 爸爸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一小时 可以赚到多少钱 假如你一定要知道的话 我一小时赚二十美元 爸爸 你可以借给我五美元吗 小孩低下了头 父亲想着 刚给过零花钱 不由怒火中烧 我挣钱这么辛苦 你却大手大脚 给我滚回房间去 平静之后 父亲意识到 自己的做法不妥 想着孩子或许 真的很想买什么东西 就来到了孩子房间 给了孩子五美元 让人吃乎意料的是 孩子欢叫着 从枕头下面 拿出一叠皱巴巴的钞票 慢慢地数着 然后一并交到父亲手里 爸爸 我现在有二十美元了 我可以向你买 一个小时的时间吗 明天请早点回家 我想和你一起吃晚餐 说来 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终其一生 都在寻求 得不到的 和已经失去的 却硬生生地 错过了当下的幸福 时间确实可以换取金钱 正来名利 但是有些东西 过了时间 是再多的金钱 也买不到的 人越活 年纪越大 懂得道理 也越来越多 可日子 是过一天 少一天 求个什么呢 人生最大的成就 不是香车宝 马金银无数 而是家庭和睦 不离不弃 不是位高权重 一呼百应 而是 仰不愧于天 负不作于人 不是护旁隐伴 门庭若是 而是交得知己 两三 闲庭信部 古往近来 谁的一生 又是一成不变的呢 万里长城 金犹在 不见当年 秦始皇 既然来时 不沾一物 去是自当 截然一身 不要因为 某天在地上 捡到了一枚硬币 从此每天都低头 弯腰寻找 等你想抬头的时候 背驼了 眼花了 连脚下的路 也看不清了 知足不辱 知止不淡 切勿让自己 活得太累 没有节制地追寻 必会为完美 所愚弄 冯梦龙 曾经说过 毁欲从来不可听 是非终究自分明 人生很多时候 皆如此 你越是争辩 别人越嚣张 你越是解释 越解释不清 想法 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无视别人的议论 流言蜚语 迟早会散 汉武帝时期 公孙宏从一介不一 到当朝宰相 走的一直是 以退为进的路线 公孙宏 见多识广 每次一试 他都会把事情 详细地陈述一遍 让皇帝自己抉择 遇到不同的意见 或遭到同梁的驳斥 公孙宏 也不争不变 虽然位高权重 但公孙宏 在生活上很节俭 时任主角都尉的 吉安 很是看不惯 认为他是 哗众取宠 必有诈 然 公孙宏 一不解释 后来 汉武帝问他 你所陈述的事情 是对的 可当大臣们 劫难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 不为自己辩解呢 公孙宏 淡定地回道 知臣者 已臣为忠 不知臣者 已臣为不忠 公孙宏 面对仕途臣服 波澜不清 与人交往 泛而不较 最终 封侯败相 靠的就是 不争的智慧 道德竟有云 夫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语之争 人生在世 少点时间 耗在无意义的争论上 也不要总把 不争馒头 争口气 挂在嘴边 因为争来争去 人生最后 大家都一样 两眼一闭 万般皆空 不知大家是否 见过农民插秧 都是一边插 一边往后退 带到无路可退 便是大功告成之事 以退为进 舍即是得 含蓄则是彰显 不争 才是最大的证 低手台眉之间 好多日子都 水远山长了 还争什么呢 一辈子不长 请依心而行 是你的不必去争 不是你的 争也没用 真正的智者 懂得看淡成败得失 经历再大风雨 依旧面不改色 人生于世 可以争气 但不能生气 脾气这东西 拿得出是本能 压得住 才是本事 生气往往是 拿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 那是真的不值得的 历史上有个 空船理论讲的就是 如果你坐在 行驶的船上 对面一条船过来了 船上的人 没控制好船 撞上了你的船 这个时候 你就会很生气 但是如果 那条船上没有人 那个空船 是从上游 飘过来的 你还会生气吗 人最大的毛病 就是太看重自己 太把自己当回事 很多时候 光靠自己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适当地放低自己的姿态 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爱因斯坦和朋友出门买东西 因为低着头想事情 不小心碰到了一位年轻人 年轻人 恼怒地给了爱因斯坦一拳 爱因斯坦只说了一句 对不起 就继续低着头往前走 朋友问他 怎么不合对方理论 难道你不生气吗 爱因斯坦回答 撞了人本身就是我不对 也许那年轻人 有什么烦恼的事情 正不开心呢 他生气是他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伟人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他与别人 共处逆境的时候 别人泄了气 他却选择开辟一条 新的道路 人生不如一世之八九 没什么必要 让不值得的嫌弃 占去了宝贵的时间 人活在世上 就难免有人对你 非一则难 你越是奋力地回应 最后伤神的只会是你自己 所谓八方不动 就是 对不值得的人和事 熟视无睹 油盐不尽 这是一种能力 更是一种 人生格局 做人 心要尽 多包容 少生气 如此才能看得透 想得开 放得下 跟大家讲个故事 一个沙米被要求下山 买试用油 离开之前 庙里的厨师 严厉地警告他 你一定要小心 绝对不可以 把油撒出来 小沙米 买完油 回途中 小心翼翼 想到厨师凶恶的表情 以及严重的警告 越想越觉得紧张 不幸的是 他在快到庙门口的时候 踩了一个坑 撒掉了三分之一的油 小沙米 非常懊恼 越紧张 越是无法把碗端稳 等回到庙里的时候 碗中的油 就只剩下一半了 厨师见此 破口大骂 你个笨蛋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小沙米听了眼泪 哗哗的流 方正了解事情的经过之后 他再次安排 小沙米去买油 要求他向自己 报告图中 看到的人和事 小沙米 勉强上路了 他发现 原来山路上的风景 真的很美 一眼望不到头的山峰 农夫在梯田上耕种 一群小孩在空地上玩耍 还有两位老仙人 在下棋 不知不觉当中 小沙米就回到了庙里 这次碗里的油 一点都没有洒 怪不得有人说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 你皱眉视之 他也皱眉看你 你笑着对他 他也笑着对你 丑容满面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腐蚀我们的心里 洒脱肆意的心态 则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遇到棘手的问题 也能及时地化解 正所为 笑一笑十年少 愁一愁摆了头 人活一生 除了生老病死 其实没有几件 真正重要的事 何必为了不值得的小事 发愁 坏了自己的好心情呢 处事甚求 方能逍遥自在 为人不争 方能手到擒来 生活少气 方能平心静气 内心无仇 方能无忧无虑 很多人很多事 我们求不得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顺其自然 随遇而安 凡事看淡一点 心放宽一点 一切都会朝着 自己想要的方向 前进 这便是今天分享给各位的文章 如果你喜欢他 请在文莫维他点个赞看 转发的朋友圈 和更多的人进行分享 我呢 是韩星 韩飞子的韩 天上星星的星 韩星是我的本名 感谢大家的收听 祝你晚安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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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